大家好 欢迎收看安卓网络编程系列课程 我是主角老师 如果上一条的学习 我们已经掌握了Socket通信这样的一个知识点 并且到上一条为止 我们也基本上完成了我们网络编程的绝大多数知识的学习 包括我们的Igp协议相关的 以及我们的TCP IP协议相关的 我们本讲的主要内容将会给大家再介绍一部分其他的网络上的技术 来我们看一下今天的思维导图吧 我们其他的网络相关技术就大概包含了这些部分 就是点到几值了 可能也不止这么一些 只是给大家点一下这些相关的一些东西 首先我们来先看一下webview空间吧 这其实是空间相关的知识 所以说我并没有在网络编程相关的课程中 重点给大家讲解这些空间如何来使用 因为这个空间相对来说也比较简单 这个webview空间 它其实就起来的一个作用 就是在我们的安卓APP中 让你嵌入一个网页 就这么简单 同时它嵌入网页以后允许你实现我们的HTML和JavaScript之间的一个交互 以及我们的JavaScript和我们安卓加号代码之间的一个交互 怎样来交互呢 比如说最简单的 它提供的一个方法 叫做webview.add JavaScript interface 你增加一个JavaScript的一个interface 那么你的Java方法 指定的某一个方法就可以在我们的JavaScript当中被调用 同时你的安卓加号代码 要想调用某一个指定的JavaScript代码又如何来调用呢 在下面这里 比如说我们最简单的webview.loadurl 然后这里传的一个参数就是一个JavaScript.show 然后传的是一个JSung这样的一个阵段 就像这里这一行代码调用就是一个JS的一个show方法 就这么简单 这就是我们的webview空间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自己去了解相关的知识 比较简单 好 我们第二个是就是我们的webviewservers 这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模块 因为通过这个一个模块 大家一定要知道 我们行程师除了我们访问服务器 反而对我们的基于HP协议的一个接口以外 我们要想获取数据 还可以通过我们的webviewservers 以及我们的webview服务 来获取我们想要的一些数据 那么我们的webviewservers是怎么回事呢 它是基于SOAP协议的 与webviewservers进行交互 那我们的SOAP协议是什么呢 是一个简单对象访问协议 它是一种轻量的简单的 并且是基于XML的 换句话说 我们访问的某一个webview 它都是以XML的形式 反映给我们的数据 那我们在安卓开发当中 只需要通过第三方所提供的 KSOAP2相关的一些架包 我们就可以向我们的webview 服务器请求我们的webview服务了 这么简单 好的 我们再来深入的了解一下它吧 给看下来的介绍 根据我们的W3C的定义 webviewservers 也就是我们webview服务 是一个用于支持网络间不同机器相互 操作的一款软件系统 它是一种自包含自描述 模块化的应用程序 它可以在网络当中被描述 发布并且调用 你可以把它看作是基于网络的 分布式模块化组件 这就是W3C的一种定义 同时我们webviewservers 它是建立在通路协议基础之上的 比如说我们的G1协议 SOAP协议 UDDI 以及WSDL等 这些协议在操作系统 编程语言和对象的模型选择上 没有任何的倾向性 因此有着很强的生命力 而我们的webviewservers的优势在于 它提供了不同应用程序平台之间的 相互操作 它使得基于主件的开发 和web的开发可以结合 并且达到最佳 它是基于HT协议的 请求的调用和返回 都可以穿过我们的防火墙 不需要更改防火墙相应的一些设置 这样就避免了使用一些特殊端口 进行通讯时 无法穿越防火墙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简单的理解吧 通常我们所说的webviewservers 都是远程某个服务器 对外公开了某种服务 或者理解为对外公开的某个功能 或者方法 而我们就可以通过编程来调用该服务 以及获得我们相应的信息 比如说某些服务 它对外公开了手机号码归属地的一个查询的 这样一个功能 我们只需要在调用该服务的时候 传入一个手机号码 那么就能够立刻获得该号码的归属地信息 其实跟我们平常调用的HT接口是很相似的 但是这两者又有所不同 因为它实在是一个微博服务 它是发布在一个服务器上面 让我们远程可以直接调用它指定的方法 没有什么相应的端格号的这种说法 就是访问它的一个方法 具体的方法上面 更通俗的理解 通过使用我们的WebOS Service 我们能够像调用本地的方法一样 去调用一个远程服务器的方法 就这么简单 而且我们并不需要这个方法 到底是Java写的 还是PHP写的 还是Cescape写的 我们不关心 我们也更不关心远程的平台 它是基于ELUX平台 它是基于Windows平台 就换句话说 我们WebOS Service 它是跨平台并且跨语言 你只需要部署 并且提供这样一个WebOS服务 然后我只需要调用相应的API 调用你这个服务即可 好的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它们 说到我们的WebOS Service 就必须要知道我们的SOAP和我们的WSDL 它们到底和我们的WebOS Service 有些怎样的关系呢 上面已经提到过了 我们的WebOS Service 是建立在HTTP、SOAP、WSDL等 通用协议的基础之上 而我们的SOAP协议 就是一个简单对象访问协议 它是一个轻量级简单的基于XML的 被设计用于分布式环境当中交互 合适化 并且固化信息的一个简单协议 也就是简单的说 要进行通讯 进行数据的访问传输 就必须依赖于一定的协议 而我们的SOAP协议 就是我们的WebOS Service 通信所依赖的一种协议 而我们目前所使用的这种 SOAP协议有两个版本 一种是1.1 一种是1.2 这就是我们的SOAP协议和WebOS Service的关系 好 我们来看一下 WSDL和WebOS Service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WSDL就是我们WebOS服务描述语言 它是一种用来描述WebOS服务的XML语言 它描述了WebOS服务的功能 接口 参数 返回值等等 便于用户做相应的绑定和调用 它是一种和具体语言无关的方式 定义了给定的WebOS服务调用和应答 相关操作和信息 什么意思呢 WSDL就是我们实实在能看到的一份XML文档 它描述了某个WebOS服务的方方面面 比如说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一个手机号码 归属地插行的这样一个服务 那么我们怎么来调用这个服务呢 我们又怎么知道它是基于哪一个版本的SOAP协议 又怎么知道它调用的时候该怎么调用它 它接受什么参数 反而怎么的值 对不对 是一个字不算还是一个XML等等 这一系列的疑问都可以在我们的WSDL当中找到答案 比如说我们来打开一个我们对应服务的WSDL文件来看一下 就这个 这就是我们准备好的一个WSDL文件 它就是这样一个形式 以XML的形式 其实读取它的话非常简单 我们直接看到 在看到我们这个WSDL以后 我们可以从中获得哪些信息呢 从第八行我们可以找到我们基于的SOAP协议是1.2的 看一下第八行在这里 它是基于SOAP112也就是1.2的 好的 我们的第十行可以看出我们的WebOS的命名空间 LammeSpace是这样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在这个地方十行WebOS的LammeSpace就是这个地方 我们的命名空间可以找到第十行 我们的第二十行可以看到我们的查询手机号码归属地 所调用的方法名称为GetMobileCodeInfo 第二十行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就是我们的LammeGetMobileCodeInfo就是我们即将调的一个方法 从第23行到24行我们可以看出我们调用的这个方法时需要传递两个参数 MobileCode和UserInfo第23行和24行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两个参数 这里名字叫做MobileCode和UserID就是我们要传递的两个参数 从第31行可以看出我们调用MobileCodeInfo方法以后 将会返回一个GetMobileCodeInfoResult的一个支付串 31行在这里 或者是这样的一个GetMobileCodeResourceInfo 并且是Street类型的一个支付串 到这里为止我们就初步认识了一个服务它所提供的WSDL 具备了这些东西以后我们就能够知道如何来调用一个Web服务 并且我们也知道如何与Web服务进行相应的一些交互了 好的回到我们的思维导图 到这里为止也就是介绍完了我们的WebService 也就是我们另外一种访问网络资源的一种方式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深入了解一下它相应的代码的调用也非常的简单 直接是基于我们的第三方提供的KSO2相应的架包即可完成相应的调用 好的我们往下面走我们的第三个就是我们的服务器推送 我们网络相关的知识服务器推送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模块 而我们的服务器推送其实简单来说就是通过建立一个持久连接的方法 让我们的服务器发送信息给我们的手机安卓客户端 这个服务器在实际用上是非常广泛的 我们的消息推送也是简称的 然后有几种实现方法 比如我们的方法一 基于我们的MQTT协议的 它的实现的案例就是我们安卓加PHP 服务端需要下载安装IBM的这样一个东西 它是基于我们的MQTT协议的 然后我们的PHP服务器需要使用我们的SAM分对MQTT写的PHP库 然后完成相应的服务器相应的一些开发 这是相应的一些实力下载的一些地址 这是安卓客户端以及我们的PHP服务器 这就是一种方法来实现一个消息推送 那么第二个方法就是基于我们的XMPP协议的 它的实力就是安卓加JSP XMPP协议就是我们的可扩展通讯和表示协议 它是以Gebra协议为基础 而我们Gebra是一个即时通讯中常用的开放式协议 然后这里提供的一个下载地址 就可以了解我们相应的一些东西 最后一种也是我们非常常见的我们的APNS 其实简单来说APNS是什么呢 就是一种在安卓上轻松实现破续 Logification的一个解决方案 只需要申请一个API-K 通过简单的步骤即可实现 其实第三种方法的话就是通过利用我们的网上的第三方 已经实现好了的消息推送 我们只需要在第三方网站上注册一个账号 申请一个API-K 然后集成我们的第三方为我们提供的SDK 然后简单的步骤就可以实现一个消息推送的一种 不再需要你自己去搭建服务器 自己去写一些相对应的安卓代码 直接调用第三方实现好了的 这就是我们的AP20s 也就是我们这三种最常见的实现一个消息推送的方法 而最后一个是phonegap 提到我们的phonegap 大家可能有些人有所了解 有些人没有听过 phonegap怎么回事呢 其实在我们当前的移动3G 现在已经是4G的网络时代的话 phonegap是非常重要的 也是现在非常时髦的 简单来说phonegap 也就是让我们的微博开发人员 可以开发智能手机应用 就这么简单 听起来确实挺厉害的 让你不需要具备我们的安卓知识 或者说iOS知识 具备你的微博开发知识 就可以开发一个智能手机应用 它是怎么回事呢 它利用了HTML CSS JavaScript 支持我们的安卓 iPhone Windows等等 一切支持浏览器的平台 说白了 它就是一个基之于浏览器的一个开发 只要你的所有的平台支持浏览器 我就能够在浏览器上面跑过这个应用 它并且能够使我们的开发者 利用我们智能手机上面的一些核心功能 包括地理定位 加速器 联系人 声音 震动等等 并且它还用有插件的一个功能 你自己可以觉得它一些功能不够用的话 你自己可以封装 你自己想要的一些插件 比如说你要考虑一款应用 并且适用于所有的平台 你想要适用于所有的平台 那么PhoneGraph 就是你可以考虑的开发框架之一 因为还有其他类似的 好的 这就到这里为止 也给大家计算了一些其他的网络相关技术 希望大家有兴趣的 可以直接在课后的时间深入去了解一下 本节课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一节课再见